這個畫面 用溫馨來形容 不要erjection吧 不過眾所周知 阿盤翠逸 不好意思 鄭帥文除了是一個媽媽 她之前還是無線新聞女主播 現在離開了沒有做 就說可以自己 孩子自己照顧 多多多多 基本上星期六天都可以和她們一起 可以照顧她們回遊樂隊 早上可以和她們一起吃早餐 然後才上班 晚上下班回家 她們已經吃完飯 我吃飯的時候 寶寶再一起吃 我覺得小孩子在自己身邊 用自己的方法去照顧 是一定會好一點的 說因為之前很多時候 都扔了對媽媽給家人照顧 其實我心裡很捨不得 還有那時候又在餵母魚 那種很掙扎 很想她在身邊和你一起 然後她可以吃到新鮮的母魚 那種感覺 又很擔心她 不知道她吃得怎樣 睡得好不好 但是大家做開傳媒都知道 有時候你很難 說那小時 就那小時上班下班 你做傳媒有很多突發 你要OT就OT OT到時少 TVB這麼大的台 一向都是非多 而鄭穗文 當時就有自己處理是非的態度 總之那個態度就是 例如我聽到是非 那我不會再去說 我不想由我把口 變成一個是非人 這個就是 我不理那個態度 說到新工作 鄭穗文就微飛色舞了 離開了TVB之後 偶爾都會有一些 以前因為我做醫療 真的有很多醫生的朋友 或者總之醫療界 那些朋友都會問我 有沒有興趣幫忙 直到我新老闆 其實她跟我說 當然我們以前都合作很多時候 她跟我說 我們都覺得 會不會有一個平台 可以繼續跟市民 或者網友 講一下醫療的知識 由主播跳出來 鄭穗文現在開了Facebook專頁 希望可以邀請醫生 講一下不同的疾病資訊